既然你覺得你會贏 那我們就上法院 去把事情的經過 真正的事實講出來 因為我也不害怕 因為明明事實是 你跟王姓副昌 才有親密關係 有地保名媛之身的李珍妮 拿出殘悔照片 出面控訴 隔空對名媛王子玲 和前主播李亞銀喊話 我完全是被設局 他就引設說 我跟那個王姓副昌 有什麼什麼關係 根本都是假的 然後他就整個就站起來 保充就直接手就舉起來 當場就罵了 王子玲 李亞銀 你們是雞 你們是在賣的 你們兩個都是這樣 對 那我們當場就 我當場眼淚都快流下來 8號王子玲 和前主播李亞銀 現身北檢 對李珍妮 按鈴提告 雙方為了去年11月 一場參緒鬧翻臉 告上法院 所以我那時候只是 要求那個主廚 幫我再烤一個新的麵包 然後就聽到王子玲 跟李亞銀就罵我說 長得像聖誕樹的賤人 那個來人家地盤還敢殺眼 有東西吃就已經偷笑了 所以我當時根本沒有罵他們 是什麼他們自己所謂的雞 其實我最後悔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千不該萬不該的 把他介紹給我這些一群的好朋友 所以造成我現在後續有這麼多的一些困難 李珍妮拿出匯款記錄和多張合照 希望能證明清白 並對王子玲和李亞銀 各自提告民事賠償5千萬 刑事部分則是公然侮辱 和加重誹謗罪 王子玲也反駁全是自倒自演 雙方各說各話 這場名媛之戰 恐怕還有得吵 三線和孟則是張雲台北倡報道